Hi 你好 我是Eric 我們機車的圈子啊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長年以來就很亂象這樣子 愛騎車 尤其是重車的女生真的很少 女生就是在這種圈子就是unicorn這樣子 女生騎著重車出現 完了就好像補銀紙一樣 然後男生就就喔喔喔喔喔 撲上去 所以呢 車圈常常會出現那種 渣女利用男人 然後產生糾紛的事情 就是這些女生他們會先建立一個 愛車的形象 然後再利用車圈懸殊的男女比 還有男人愛慕這些女生的心理 去誘騙男人對他們付出 山道猴子的一生五百萬點閱 起底作者兩年前就報車圈秘辛 總是學不乖啊你啊 哎呦 現在第二春 很爽喔 對啊 哪像我們這麼如 社會在走 基本行情要有啦 你們就是太不會跟妹子聊天 改天我也教你們一下好了 我也不覺得 你會跟妹子聊天耶 YouTube動畫影片 山道猴子的一生上下兩集爆紅 街坦相義 欸 怕你沒看過大意是說 在超商打工的 八九騎重機 沉淪在追逐IG人氣 償還貸款欠債 豐滿虛榮與骨感現實的 無間道中 但他被上集 女友一號劈腿後 人生進入髮夾彎 缺乏資訊 善渡猜忌 把愛他的下集 女友二號狠狠推開 這動畫因為真實而病毒式傳播 沒想到也有真實人物被對號入座 IG粉五十九萬的 沉沉長得超像女友二號的啦 如果我想你接下來就發子彈都卡單 我走 至於悲劇主角猴子的人選 不少人聯想興趣也是跑山的軟津天 他在IG限動打趣的說 劇本好為定演喔 被媚相害的猴子 真的適合軟津天演啊 他在軍中樂園就預告了 你看他牆上寫什麼 小心女人 你 砸錢在女生身上 對不對 你想用錢砸人家的感情 想要錢收買他的身心靈 拜託一下 就不要分手後還在那邊很醜陋的 短片效應太大 明星回嘴 混車圈的YouTuber也參戰評論片中 兩性觀點 那如果你已經把那把尺 抓得很好的話 你根本不用怕這種女生 殊不知山道猴子的一生 作者本人Eric 兩年前就上過約會診療室 求教怎麼不被女車友欺騙感情 動畫只好看 想必來自作者刻骨明星吧 今天非常謝謝Max跟我們分享一些 騎車把妹的知識 總是學不乖啊你啊 還想靠車把妹啊 三立娛樂新聞報導 嗨大家好我是武痛謝 是乃哥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起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要叫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